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到很多 以前在公司是忙照顾的 其实应该是互相照顾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我好像记忆里面没有任何 他有说过负面的话 或者是觉得无力失望的话 他总是那么的勇敢 那时候我们 就是刚开始 然后很希望可以得到很多 可以得到一些厂商的认同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努力 然后Miu也希望自己是一个 实力歌手的方式去被记得 所以我们不管是哪一次在表演的 就算辛苦 就算累我们都 就是 就是 不会怎么样 就是还是依然很多 对 那去南上一次什么时候见面呢 有没有高兴 嗯 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的 然后 在一个路演 然后那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工作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看看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 我这样的练习 就会看到 他在了一些 会儿才能 我最近都会是 做一种事情 我再来 我们做一种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